Hello 你好 欢迎收听完美新世界 我是Mira 你的心灵美学DJ 给你当下最完美的灵感 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玩味正念美学 绽放疗愈光彩 在生活中玩出美的疗愈 活出美丽心情 感恩奇迹终将到来 一起迈向新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我想要来聊聊流行音乐 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很爱唱歌 应该是源自于我爸爸 他的梦想其实是想要当音乐指挥啦 小时候晚上都将我们唱歌 还买一台卡拉OK机 常常坐在音响旁 听歌听得纯粹入迷 记得他跟我妈最喜欢听当年的音乐磁场 我也常常在浴室放声大唱 后来才知道原来楼上楼下都听得到 有点害羞 后来在纽西兰也因缘机会加入了乐团 担任主唱 玩乐团的那几年 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们 纯粹一起玩喜欢的音乐 唱喜欢的歌 感觉真的非常的美好 那么到底什么是流行呢 流行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 指社会上一段时间内出现的指标性人物 事物 观念 行为方式等等 被人们接受 采用 进而迅速推广 也算是一种时尚 而流行音乐能带动风潮 是因为大多数人的情感共鸣 若人们持续享受被那个能量陪伴 就会变成一种永不退流行的经典 我干妈曾经分享给我一系列专辑 叫做绝对的声音 TAS 他们翻唱了许多经典西洋老歌 从那时候开始 发现了更多好听的西洋经典音乐 而流行音乐确实发起自西方 美国在1920年代 走过了爵士乐 乡村音乐 和摇滚乐 被称为当时流行音乐的三部曲 那来盘点几首经典代表作 因为时间有限 不会所有都能提到 请大家见谅咯 首先来提到乐团 就不得不提到 Beatles Beatles 4 被誉为是流行音乐史历史上最伟大 最有影响力 拥有最多歌迷 最为成功的乐团 他们影响了60年代 至今几乎每亿支乐团的形成和发展 像是Hey Jude Let It Be 都俊勇传唱 而且不断地被翻唱 还有Queen's皇后乐团 他们是摇滚乐的重磅代表 主唱Freddy的传奇人生 还被拍成电影 最让我惊艳的是 波西米亚狂想曲 这首编曲结构真的太特殊了 结合古典歌剧和重金属摇滚的元素 情经时而浪漫撒娇 又噩梦缠绕 充满不可思议的超狂层次 简直是让人无法超越的神作呢 这边我还要提到Metalika 其实我不是一个会听重金属摇滚的人 因为有的歌真的蛮吵的 但是我非常喜欢他们的 Nothing Else Matters 这首抒情摇滚 压力大的时候听真的特别疏压 仿佛就是把音符浸透到骨髓 这些音符会随着旋律 把压力的能量勾出来 释放出身体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有魔力呢 还有Gunst and Rose 枪与玫瑰 玩乐团的人都知道 Sweet Child Oh Mine 是乐团的必恋经典 还有我觉得最适合唱摇滚乐的 就是Bonjovi 她的声音太有磁性跟野性了 铁汉的热血痴情被她诠释得相当完美 而女团代表中当然就是Cranberries 小红梅 那独特的用来唱腔 最经典的代表作就是张笔 这也是乐团爱恋的歌曲之一 我还记得流行时尚代表的辣妹合唱团 Spice Girls 2012年他们还在伦敦奥运闭幕式合体表演 重现经典 真的是掀了一波高潮 后来还有YouTube ACDC 一路到Backstreet Boys Linking Park 还有这个新世代的One Direction 总之各有各的流行魅力风格 有一支来自爱尔兰的乐团 我还蛮喜欢的 是The Chords 可儿家族 他们结合传统民谣的活力 与当代流行摇滚的魅力 合唱非常的优美又接地气 另外我还要提到Coldplay 酷玩乐团 他们常常会被争吵是不是摇滚乐 所以有人给了他们一个封号 叫做疗欲型摇滚 真的是太贴切了啦 而我最喜欢他们的一首歌叫做Fix You 每次听这首歌 简直就是彻彻底底的被温暖 它会引领你的情绪走向隧道尽头的光 非常推荐给低潮时想要重破力量的人们听 那至于经典的男歌手 有像是猫王 是美国摇滚乐影响力最大的歌手 有摇滚乐之王的美称 他有一种充满狂野又稳重的超凡魅力 还有被誉为永远的流行之王 Michael Jackson 他所留下的音乐表演艺术资产无比巨大 简直是创世纪级别的强大能量 更要说到一代传奇的Prince王子 他是80年代唯一能够与Michael Jackson 本其名的黑人巨星 他跨各类音乐风格以及擅长各类乐器 并拥有灵魂乐歌手的嗓音 才气惊人 他留下的Purple Rain子语这首歌 更是经典 他是后代众多巨星的启蒙者 而情歌方面的代表还有像是Alvin John 到Bruno Mars 以及现在的Ed Sheeran 那至于经典的女歌手呢 有流行音乐女王Madonna 她至今依然独领风骚 简直就是流行音乐的不败神话 曾经还有天生浑厚响音的惠尼休斯顿 她像是从火山爆发冒出的烟火一样 惊人的爆发力 以及浑然天成的高音与转音 当然还有花蝴蝶Maria Carey 她的歌声可以跨越5个8度 她以美妙的转音和海豚音而闻名 并曾经获得金氏世界纪录 尊称为至尊歌者 她经典的代表作Hero 简直就是歌唱比赛常见歌曲 我记得同期的还有加拿大古堡几天后 Celine Dion 她丝滑圆润又可高昂的身线堪称完美 那是一种坚韧优雅又充满冲击力量的歌唱能量 传定了稳定温暖的力量 那同样堪称美声的还有爱尔兰的恩雅 说到美声疗愈 她一定是第一人选 她的嗓音空灵优雅 非常适合凯尔特新世纪风 每首歌都被她唱得像是来自另一个维度的神圣诗歌 像是进入了永恒的精灵世界一样 我还很喜欢Nora Jones 她的独特伞音真的很适合Bassanova 这也是咖啡店最常播放的音乐 工作时也常放来听放松心情 而流行乐坛一路听下来 还有小甜甜布兰尼 屏中精灵Christina Aguilera Bergie Catty Perry 以及Taylor Swift 近年来风格最凸显的应该就是Lady Gaga了 她的视觉美术风格非常前卫大胆 而且唱功实力其实也很强 不容小觑 到现在还跨足电影 表演能量让人非常惊艳了 对我来说 歌曲带来正面的疗愈能量是很重要的 那为大家点播一段 来自加伯利伯恩斯坦的心灵练习 分享给你创造奇迹的心灵小对话 今天的心灵对话主题是 露章正能量的洗脑歌 你是否曾经对某一首歌的感受特别强烈 就是那种你一听到音乐想起就会大受感动和激励 同时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歌 如果你有过这种经验 那么你就会知道 歌曲是多么棒的爱的催化剂 音乐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工具 能帮助我们和内在心灵连结 我希望在你人生的某个时刻 也可以有这样一首音乐可以陪伴你 你想要打击负面模式吗 那么就把能让你恢复生机和笑容的歌曲全收入在一起 早上起床时听 上班通勤时听 在健身房时听 还有准备晚餐时也听 最重要的是 每当自己感觉沮丧低潮时 就将这张音乐精选集作为转换负能量的力气 你可以用能让人感到平静或产生活力等不同的分类方式来收录音乐 让音乐成为你重返正面思考的动能 需要我帮你一把吗 到我的频道 参考我的正面思考精选集 正能量歌曲清单 以及疗愈频率音乐清单 听它的一整天 看看能否给你一些灵感 每天安静的花些时间 听几首可以激励人心的正能量洗脑歌 让音乐柔化并洗涤你的心灵 利用你喜欢的音乐精选集 来提升正面能量吧 这是今天的心灵练习分享 帮助打开你的内在力量 转化生命能量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你的生活充满奇迹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欢迎回到节目 你现在正在收听完美新世界 我是你的心灵美学DJMira 刚刚聊到西方流行音乐 现在来看看东方流行音乐吧 西方有像是莫扎特 巴哈等的乐章流下 但东方古代似乎没有音乐流下 许多流传下来的诗歌都不知旋律 好为可惜呢 但我觉得印度歌曲 日本演歌 中国的川剧 台湾歌仔戏 都保有非常浓厚的民族色彩 日本在上个世纪的流行音乐能量很大 当时的杰尼斯家族风靡亚洲 还有许多清纯女团和视觉系乐团 西方有Nora Jones 东方有小野丽莎 我非常喜欢她的巴桑诺巴歌曲 多了更活泼的生动气息 现在则是韩国歌曲的时代 K-POP风靡全球 他们注入了大量的视觉美学震撼 并搭配电音摇滚、甜美浪漫等元素 在国际间走出了自己的流行路线 我来盘点几个华语乐坛流行经典 而听歌是要来听聊玉的 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灵魂系分类门派 第一派是仙气优雅派 代表的有像是邓丽君、费玉清、祈玉、王妃、周慧、周深 他们就像是在云端的神仙一样 有着脱俗空灵的嗓音 就是所谓的被天使吻过的声音吧 让人瞬间会感觉到时空都冻结了 进入了一个不朽的永恒 但他们多半不是歌唱比赛的常胜君 因为不是要比歌唱技巧跟魂厚度 那是一种穿透灵魂的力量 你会想要放下手边的事情 专心的进入那个歌声的漩涡 好好的被他们疗愈一下 第二派是豪气纵横派 代表的有苏瑞、张慧妹、娜音、彭佳慧、肖敬腾、阿云嘎 乐团方面像是动力火车 他们就像是武功高强的战神 这些就是所谓的歌唱比赛常胜君 与声俱来的铁背唱将 飙高音没再怕 反而像是拼酒一样越拼越起劲 舞台对他们来说就像是战场 魂厚的嗓音就是武器 可以震慑千军万马 还有极大的穿透力 歌声宽阔嘹亮 可以提振军心士气并瓦解高强 第三派是清心希望派 代表的有张艾佳、张宇生、张清芳、周华健、顺子、梁永祺、陈其真、古巨姬、孙燕姿、梁靖茹、张绍涵、郭靖、韦里安 乐团方面像是五月天 苏打绿 他们就像是来到凡间的精灵 有着清理脱俗的气息 嗓音亲切 却又有着让人印象深刻的辨识度 眼里好像总闪耀着光芒 歌声传达着温暖 并唤醒人们心中的信念 在纷乱的局势中总能稳定能量 他们通常都自带着一股社会责任 会将在社会观察到的哲理与启发 注入在乐曲或歌词中 用音乐让人们起共鸣 唱出心底压抑的声音 再加以转化成为前进的动力 第四派是欢乐忘忧派 代表的有徐若萱 早期的徐怀玉 甜心教主王心凌 乐团方面像是SHE TWINS 他们像是可爱的花仙子 歌唱技巧不一定要是最顶尖 舞也不一定要跳得最绚丽 凭借着就是一股充满灵动的活力 总有甜美的笑容 跟唱怀大笑的欢乐 看他们的表演 总会让人不自觉想要嘴角上扬 会让人回忆起青春无包袱的那个时期吧 无所畏惧 充满大胆新奇的梦想 勇敢自信前进 第五派是说唱故事派 代表的有李宗盛 罗大佑 崔健 孙楠 赵船 王杰 狄克牛仔 而经典的女生有 梅艳芳 蔡琴 韩洪 莫文蔚 张玄 王若琳 我觉得他们像是大地之神的老先翁 从远古开始 几经多次的轮回转世 看片人间故事 体验过悲苦喜乐 每一首歌都是动听的故事 尤其是他们的独特嗓音 没有所谓的华丽技巧 或严苛检视音准等等 反而有点不准更有味道 他们唱歌就像在说书 透过音乐说的一口好故事 到尽苍苍寂寞 客户人心弦 却又有着坚毅自嘲的幽默 强大的感染力 同时又让浮躁不安的心静了下来 第六派 我将他们魔幻魅力派 代表的有 张学友 陈奕迅 周杰伦 林俊杰 郑秀文 蔡依林 早期的肖亚轩 邓紫棋 乐团的话有五百 信乐团 早期的飞儿乐团 我觉得他们像是远古的神木 活了上千万年岁 在深山中盘根错节 吸取天地精华与大地能量 了解仙界 人间 与妖精界的爱恨情仇精彩故事 因此在跨维度之间 有着无穷无尽的丰富想象 像是在奇幻的森林中 往上延伸 生出树枝树叶和果实 完美掌握多元之流分派 并将各路文化与时尚艺术做整合 本身又带有浑然天成的表演魅力 总是横空出世的让人惊艳 以上就是我内心里的六大门派歌手 那还有很多歌手不好分类 因为风格多元 包容整合性强 或重点不在歌声而在舞蹈 反而不知怎样放进去分类 那就全部进到清和流行派好了 主要是时间有限啦 可能不会涵盖到大家心中所爱 就请大家多多包涵 那么你们的分类呢 一定也有自己的音乐灵魂门派清单吧 有趣的是啊 老歌反而特别容易是经典永恒 新歌好像比较容易昙花一现呢 有个串流音乐平台 曾经调查过几千位 英国民众听音乐的喜好与习惯 他们发现60%的人表示 只会重复听同样的歌单 而在24岁这个年龄 是最喜欢听新歌的年纪 年过35岁的人就开始不太听新歌 原因除了工作太过繁忙 没有时间去发掘新歌之外 也是因为太多选择不知从何下手 这导致人们在30多岁时 出现音乐瘫痪的情况 研究也发现这一切其实和大脑有关联 因为在青少年时期 脑袋会分泌比较多的荷尔蒙 去刺激大脑 释放开心情绪相关的化学物质 以及更大的情绪波动 因此在青少年时期 若听到喜爱的歌 那些旋律就有很大的机会 会存在心中一辈子 所以才会有这句话 我听的不是歌 听的是回忆吧 而听音乐就是一种 让自己专注活在当下最简单的方法 那为大家点播一段 来自马修索克洛夫的正念练习 让心情更放松的面对忙碌生活 今天的正念练习是 是谁在听 练习时间大概是五分钟 在正念练习中 注意力的焦点 通常放在身体的觉寿 以及头脑的思绪念头上 不过 你的其他感官觉寿 也可以用来帮助你感受和觉知当下 就像第一个练习当中 你把观察的焦点放在呼吸上 同样的 你也可以用身边的声音 来作为觉察的目标对象 你在一天当中一定会听到各种声音不断起起落落 无论你住在哪里 从事什么工作 你的环境里面不可能都没有声音 也因此 声音可以成为你练习正念专注的聚焦点 这个练习就是要帮助你透过禅修冥想 来感受你的听觉经验 你也可以把这个练习带到日常生活中 在一天当中 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停下手边的事情 仔细聆听你周围的声音 以下是练习步骤 第一步 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 闭上眼睛 把觉知意识带到你的呼吸 但不只是察觉身体的呼吸起伏 而是去听你身体呼吸的声音 从鼻孔吸气和吐气 仔细倾听你呼吸中的各种杂音 第二步 现在 把你的注意力扩大到其他的声音 你可能会注意到有车子经过的声音 你家里的各种杂音 或是大自然里的各种声音 当下有什么声音 就仔细聆听 第三步 头脑会很习惯的去辨认你所听到的声音 当有车子经过 你会马上知道那是车子 不要去识别和定义每一种声音 试着把注意力放在听 这个当下经验上 观想你的耳朵是麦克风 只听取声音 不去辨认 听声音的升起和消逝 它从哪个方向来 到多远它才消失 第四步 如果你的注意力被某个声音吸引 那就仔细聆听它 全然去惊艳那个声音 然后 再把注意力扩大到其他声音上 一心聆听 持续聆听 仔细察觉 然后放开 第五步 结束这段练习之前 把注意力拉回到呼吸上一会儿 不要太用力强迫自己 让你的头脑慢慢回到你身体的呼吸声音上 第六步 张开眼睛 回到日常事物当中 但依然保持着一点对声音的觉知 在一天当中 让自己的意识随时拉回到听 这个动作上 以此以此以此 以此以此来训练活在当下的觉知力 这是今天的正念练习分享 帮助你活在当下 帮助你活在当下每一刻 为情绪按下暂停键 减轻压力 找回平静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你生命充满自由 愿你生命充满自由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好的 有机会就练习正念是很棒的 那我帮大家点了一首歌 感恩Key哥的机会 可以透过经典好歌释放情绪 我以为要时常的用心良苦 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 我以为虽然爱情已成往事 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恩赴 期待你感动 真实的我们能消除 写字的让我 唱出你要的幸福 谁曾经感动分手的关头 才懂得离开排行 更明信刻骨 我已经相信 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 所以我明白 在灯火阑珊主 为什么会哭 你不会相信 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 只想你明白 我心甘情愿 爱爱爱爱爱到要途 那是醉生梦死 才能熬成多苦 爱如潮水 我忘了我是谁 至少还有你哭 我想唱一首歌给我们祝福 唱完了我会一个人住 我愿意试着了解 从此以后 拥挤的房间 一个人的心 有多孤独 我已经相信 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 所以我明白 在灯火阑珊主 为什么会哭 你不会相信 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 只想你明白 我心甘情愿 爱爱爱爱爱到要途 让我断了气 添了心爱的活活 一回头就找到主路 让我成为了无情的kaker之户 麦克风都让我征服 想不到你 若无其事的说 这样烂情何苦 我想来一个文 别作为结束 想不到你只说我不许 不让我留 欢迎回到节目 你现在正在收听完美新世界 我是你的心灵美学DJ MIRROR 今天我们聊的是 关于流行歌曲 我觉得华人特别喜欢去KTV唱歌 但是洋人好像没有这种机构 更多的是一种机器 但其实不管各种文化 流行歌曲真的就是 串接时间轴的丝线一样 串起大家共同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那音乐一下 内心的涌动就像唤醒远古记忆一样 翻腾而起呢 也为许多人创造许多共鸣的话题 所以啊 真的非常感恩音乐的存在呢 好 那在这一段的节目呢 来为大家点播一段 来自丽雅古兹曼的艺术治疗练习 允许自己让心灵湿情话 来自丽雅露一下 今天的艺术治疗练习是 过去 现在 与未来 这个练习的目标是 辨识感受 增进自我觉察 发展决策与反思技巧 活动时间 活动时间预估是 一小时 好的 你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一张四开的高棒树图画纸 素描铅笔 相片 胶水 杂志 剪刀 这个练习能带你透过个人相片 探索自己的历史 这些相片可以来自童年 家庭 人际关系 工作 休闲活动 或任何让你感兴趣的事物 当你在纸上勾勒历史时 可能会对过去改观 并产生意想不到的情绪 而处理这些反应 有助于自我觉察 和提升未来决策的能力 以下是练习步骤 第一步 在纸上画两个重叠的圆圈 形成三个区块 第二步 从左到右 在三个区块分别标示 过去 现在 和未来 把过去的相片 黏在过去区块 若不想把原始相片黏上去 可以使用影本 第三步 把近期的相片黏在现在区块 第四步 把杂志上能代表未来想望的图片剪下来 将它们黏在未来区块 在练习创作的过程中 可以试着在心中想一想 你能在人生不同时期之间 找到有意义的连结吗 在创作这个作品的过程中 有没有被强大的情绪淹没 那些情绪是什么 如果是在团体的活动 你可以这样做 请每位成员分享作品 讨论它们来自何处 目前经验和未来计划 这是今天的艺术治疗分享 让我们把压力 焦虑 惶恐 不安 转交给艺术 卸下伤痛 抚慰身心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创作力让你的生活更美丽 感恩 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好 今天的创作疗愈小练习 希望对大家有用 与自己好好对话并充电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 星光祝福冥想 请跟着我的声音 你好,我是Mira 今天的星光祝福冥想 我要分享来自宇宙意识的智慧讯 你可以闭上眼睛聆听 或者在生活中当作背景音播放 让祝福进入你的潜意识 重新调整能量 现在 想像你正走在夜晚的湖边 看着波光灵灵的湖面 听着清脆的蟲鸣声 你感到非常自在 你感到非常自在与平静 深呼吸 想像将这纯净美好的能量吸入身体 呼气的时候 将你体内沉重的压力释放出来 让它随着微风飘散 你在微风中 闻到了薰衣草的香味 好清新温暖 让你感觉好放松 你决定坐下来 抬头看着满睡星星的夜空 夜空中一闪一闪的星星 就像钻石般 相间在这深紫蓝色的夜空中 向你传送疗愈的光芒 现在 你在星空之下 接受祝福 成为爱 你们就能唤醒他人 来自索尔 传导者 传导者 John Smallman 益者 光之天使 Ange 随着人类的集体觉醒 越来越近 我们敦促你们加强你们的意图 无论日常生活中发生什么 都要成为爱 对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说 这是非常困难的时期 你们可以经常呼唤你们的朋友 和精神领域的支持团队 至少每天一次 以获得强大的帮助 对于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 你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 是向所有人分享和传播爱 你们是爱 你们的天性是扩展和分享它 但是 作为有形的人类 你们在很大程度上 忘记了你们在转世之前设定的计划 并遵循和执行它们 当你们看到这么多地方出现的冲突时 你们内心知道这需要停止 你们知道 武力永远不会带来和平 尽管它可以带来短暂的休战 在此期间 双方都会重新武装和重新配置自己 以开展新的斗争 人类觉醒的进程开始加速之后 很多人终于开始真正明白 冲突是徒劳无功的 用战争结束战争是不可能的 每个人都只想要爱与被爱 但由于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 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创伤 让他们很难信任他人的行为 这种内在的对立 也吸引了外部的对立 然而 你们现在有足够多的人 有勇气面对恐惧 在爱中前进 意识到任何形式的攻击 事实上都是对爱的召唤 默默的 温柔的 无畏的 像一个愤怒的人提供爱 在能量上是非常强大的 这是创造和谐的唯一途径 许多人正在意识到这一点 在地球物质环境中的存在形式 是一项极其聪明且构思巧妙的实验 它被建构以体验与源头的分离 体验受限和非爱 这个实验被实施的真实目的 是为了让灵魂从另一个角度 去更快的认识自己爱的本质 但是黑暗势力进入了地球 扭曲了实验的原始目的 极大的加强地球上的恐惧和对立 结果就是 你们一直回圈玩着分离的游戏 把自己看成是一切分离的个体 过着孤独和缺乏爱的生活 由于你们对自己的真实身份的认识 非常有限 这也被用作使你们相信 分离状态是真实的互加工具 你们发现自己被微不足道 差异分裂或分离 结果就是 尽管你们内在带着对所有人的爱 你们却成为了彼此危险的威胁 基本上所有的战争都是从男人开始的 很少是女人 这不是很奇怪吗 作为可以诞生新生命的女人 女人本能的对一切怀有包容和爱 而男人受于城市设计的影响和控制 更偏重于被强烈的小我引导 为自己谋取凌驾于他人的权利 由于小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中 因为他们相信人类型态提供的分离状态是真实的 因此 小我认为生活提供的机会 就是为了展示自己是多么强大的存在 肉体的死亡会让小我感到极端恐惧 因此 小我会驱动人类做任何他们认为可以克服死亡 或导致他人死亡的程序和行为 你们所有已经在灵性上有所成长的人都知道 死亡只是一种状态的改变 一种从单一体验中的觉醒 但是 由于你们都会受人类体验的制约 很多时候你们对真相有怀疑 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是永恒的生命 所以害怕死亡 某些时候也许不是为了你们自己 你们也会害怕你们所爱的人的死亡 他们在你们的生活中如此重要 并以爱的方式支持你们 当所爱的人去世时 你们会万分悲痛 这就是为什么 我再次敦促你们每天抽出时间 安静的独自在你们内心的神圣中度过 并邀请爱在那里拥抱你们 它让你们记住并知道你们是真正永恒的存在 被源头无限的爱者 永远不会受到伤害 因此 保持内心的平静 这样做会给与你们互动的人 带来平静和安慰 你们每个人都在做一项 其他人无法为你们完成的重要工作 你们通过成为真实的自己 通过成为爱来唤醒人类 伴随着大量的爱 我是索尔 我是Mira 谢谢你和我一起玩味冥想美学 绽放疗愈光彩 感恩奇迹终将到来 一起迈向新世界 欢迎回到节目 你正在收听完美新世界 我是你的心灵美学DJ Mira 节目快接近尾声了 我想要点播给你今天的方向祝福 给你好运加分 相登了法是来自大地的绿魔法 让我来翻翻 女巫的日常精油魔法书 今天我要带给你的方向祝福是 圆衰子 好运加分的新作有 白羊作 圆衰的金干挺直纤细 可长到大约两尺高 具有强烈的香气 它那金核色的球形种子 直径不到四分之一寸 其属名和俗名是源自希腊文 意思是虫子 指的是它的叶子和未成熟种子的气味 圆衰子的使用可以追溯至 苏美尔与巴比伦文明新盛的时期 因此它们是最古老 也最受重视的食物调味料之一 早在西元前一千五百年时 埃及和地中海一带的人 就已经开始使用圆衰子了 希腊人和罗马人用它们来入药 调味 也把它们添加在酒品中 增添风味 甚至有人把它们当成春药 后来罗马人把圆衰引进了西欧与英国 今天,圆衰子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各种食物与饮料 包括好几种利口酒、中 作为调味料 圆衰子精油 使用圆衰的种子 以水蒸汽蒸溜法萃取而成 颜色鉴于透明无色到浅黄色之间 粘稠度中等 保存期限约为2-3年 在怀孕期间请勿使用 用时请勿过量 圆衰子精油有一种甜甜的辛香味 以及微微的木桶味 适合和它搭配的精油包括 大跟老得那些热味道 盥函子大在 ノ 水煲 通常提醒我 油性肌膚的效果很好 你可以用四分之一杯羊肝菊茶 一大匙金铝莓 三滴圆錫紫 和各四滴的佛手肝 与快乐树微草 做成收敛剂 只要把所有的材料 放入一个瓶子摇匀 然后用棉花球 沾取抹在脸上就可以了 圆錫紫能够抑制细菌生长 因此用来当作除臭剂也很有效 圆錫紫的气味温和 具有抚慰人心的效果 可以让人感受到快乐 忠诚与幸福 它能让烦躁的心平静下来 并帮助神经衰弱的人恢复正常 用两份圆錫紫 一份佛手肝 和一份玫瑰草扩香 可以帮助你的情绪 维持在平稳的状态 尤其是在你面对生命中的聚变时 除此之外 圆錫紫紫也能让人心思清明 在能量方面 圆錫紫可以活化麒轮 太阳轮和心轮 也可以用来圣化家中的神圣空间 此外 圆錫紫有助传送祈求疗愈的祷告 并带来平静安详的感觉 在施行蜡烛魔法时 它可以帮助你招来好运 当你感觉家中某个地方能量停滞时 可以在那里放一罐含有圆錫紫金油的风水盐 让能量流动的顺畅一些 或者 你也可以用少许圆錫紫金油破香 这是今天的香氛母法分享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圆金油帮助你好好关爱自己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今天和大家聊得差不多了 对于今天的话题 我觉得歌曲音乐 基本上就是声音的疗愈 所谓声音 我看过一段非常棒的话 和大家分享 他说 听得见的是声 听不见的是音 宇宙没有秘密 所有的答案都在共振里 而这也是为什么音乐有这么大的力量 因为它使我们的五个感官连接启动 还能瞬间跨越维度 而因为共振 让我们与音乐的能量 合而为一 当下合一了 你收听的是完美新世界 感恩有机会与大家在空中相见 今天为您点播的内容 我会陆续发布在我的YouTube和Spotify频道 也欢迎你追踪我的脸书和Instagram 不定时分享给你最新的生活正念美学 一起玩出美的疗愈 活出美丽心情 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为大家点了一首歌 一首我很喜欢唱的歌 愿我们只要唱起歌 就能把所有的烦恼都忘掉 那我们下次见啰 月亮在你的眼睛 太阳在我心 现在我唱这首歌 不只为你 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 做不做得到 你明白我心在燃烧 因为你 因为你 为你 你 你心中的话我全都想听 能不能相信 所有的梦里全都是你 会不会停息 和你一起是否不会再放弃 你的心里有没有秘密 我分不清不要在意 只想为 想为你 写一首歌 写一首歌 都是你 月亮在你的眼睛 太阳在我心 现在我唱这首歌 现在我唱这首歌 只为你 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 做不做得到 你明白我心在燃烧 我认为你 因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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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 因为你 Everyone can feel that love's in the air It doesn't matter where Everyone agrees Love is all we need Who I am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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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the moon falls in your eyes I know the sun has set The fire still burns within me Since the day we met I know my heaven would be so complete You can make it real I won't let this chance go by I can see I can feel you When the moon falls in your eyes I know the sun has set The fire still burns within me Within me 月亮在你的眼睛 太阳在我的心 现在我唱的首歌只为你 我唱的首歌